忧郁症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 为了要让学生从小就认识忧郁 负面情绪与压力 并且懂得去调试与克服 找到压力释放的出口 砍角国校在保存人寿的赞助之下 引入用心快乐社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艺术家资源 为学生带来为期两天的艺术美学书压课程 让学生正确地认识忧郁症 并且懂得寻求协助与调试 我们用心快乐一直关心大家的情绪健康 那我们在十年前就推动在台湾的国小 去推动有关于让孩子们认识忧郁症这个疾病的课程 那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会让孩子们了解如何预防忧郁症 那如果我有忧郁症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求救 还有就是说如果我的家人朋友 也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陪伴他 那其实在今天这个忙碌的社会 防忙社会里面 更需要艺术来讨语 才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的情绪 比较平和 用心在学习 那今明这两天在保证人寿的赞助下 我们引入用心快乐 社会有限公司的资源 邀请国内新的艺术家 到学校来带领小朋友 做艺术押的课程 希望能够引导孩子创作 以讨给他们的心性 释放他们的感情 反而他们的情绪 讲师先是带着学生聆听简报 再透过问答 一步步让学生更深入的了解压力情绪 还有犹豫症可能会出现的症状 以及寻求协助的管道 而接下来由国内新锐艺术家 引领学生透过画笔创作 释放压力 缓和情绪 此外还可以陶冶孩子们的艺术气息 我刚好去年有发展一个系列 叫做不期而遇的风景 然后我想借由这一次 我把我那个创作的那个走向 然后那种感觉 然后带小朋友去认识一些 自然里面的一些风景 然后那种不期而遇 遇到可能下一次又不一定 有一样的风景的那种呈现 把他 借由就是经验把他带给小朋友 然后让他们也跟着我的 看风景的方式 然后去画出来 真心感谢今天啊 大午房的企业跟艺术家 也期盼这趟艺术课程 可以让孩子全然 敬营在艺术的领域里面 藉由各种艺术的形式 来消解压力 剔除忧郁 掩埋挫折等负面情绪 而后能够快乐学习 爱因斯坦说过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 其实我们也希望 这一次的艺术课程 能够诱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为他们开启另一扇 学习的窗户 孩子们缤纷的画作 不只是释放上周 断考完的压力 更加也将 砍脚国小的山林生态特色 栩栩如生的给表现出来 而校长也感谢 企业与艺术家 带来的艺术旅程 让学生透过图形 颜色造型布置 等自我表达形式 释放情感 笑容压力 剔除忧郁 掩埋挫折 等负面情绪 进而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快乐的学习 重拾过活 记得贫寒 万里采访报导